每一個來這裡的小屋的孩子 孩子 師傅 這裡的孩子 大家都要有擁健的生活 所以有這樣規定 國民學校要比拼進政 國民學學生要比拼進政 想就要有一遍 對於騎腳踏車 反倒臺灣生一人 對於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 臺灣生一人衣裳 這樣換一句話說 一個國民老的孩子 到要打國中進政 有的已經有打腳踏車 反倒兩邊過 想就要有一遍 他不是只說 他自己帶這些孩子打腳踏車 有一些唱唱 一個聽到 阿龍在做這個事情 是很感動 車就送去 所以他帶這些孩子 打腳踏車也在訓練這些孩子 就要有擁健的生活 有時候孩子騎到半路 體力不夠 騎下去 騎不去 大家都會相交換來 關心 聽受鼓勵 扶持 他用這個 去訓練國民後的孩子 要這樣騎一邊 要多久 十日 他用十日的時間 帶這些孩子 打腳踏車 然後讓這些孩子 在學習一項 他可以做考慮 再來就是國中 這是國民如果要退國中 如果退國中的孩子 他在訓練者的孩子就是什麼 就不是只有來這裡吃晚餐 你就是要學校對阿龍唱歌 對 有的人對阿龍唱歌 又學習一項 但是後來又自己會要 殺死 會要做劇 都在訓練他們很多基督的財靈 其中有一項很特別 他說國中的孩子畢業 進政 要對於各種 臺灣的海華世紀人 這個項就是獨木座 他請一個財富來教這些孩子 要怎麼做獨木座 教這些孩子要怎麼 各種 啊 臺灣世紀人各種 每一個要退國中進政 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你如果看這是阿龍在訓練孩子 多久的時間 用一個月的時間來各種臺灣世紀人 對對出發 對台東出發 人後世紀人倒回來 現在這個有時候遇到大風雨 他們不停過 握下去 繼續這個 人後進去入水 人後大嬰兒頭 進去翻過 孩子會灼下去 大家人都做回來 三夫妻 三磅站 海法比喬睡 假眉 這都是一個月的時間要生一年 我們如果看這是他們每一年的時間 有跟我們會看到阿龍在帶這些孩子做這些事情 他不是只有叫他們去過 是依親自帶頭 用一個月的時間帶這些孩子 各種各一人 每一邊各島回來 對台東出發 各島回來 他都會問這些孩子 如果我們要臺灣世紀人 離法樑倒為最快水 這些孩子都會說 台東最快水 他用這個方法 把孩子教一項 在我們站去的土地 真正水 不但是這樣 我們的土地 要把他收